大家好,欢迎回到思维潘多拉。 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在浏览网络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内容, 例如有趣的新闻、博客、教程,或者各类文章。 你有没有在某个瞬间脑洞大开? 想象,如果我有一个有魔力的按钮在这里, 只需要点它一下,就能全自动地把这些内容提取出来。 制作成精美的视频,上传到自己的YouTube频道, 然后自动分享到自己的博客以及社交软件上呢? 你一定有想过,对不对? 但是你也只是想一想罢了,因为这看起来太难了吧? 我又不会编程,不会写稿子,不会设计图片, 而且还要实现自动化,脑袋秀斗了吧? 我看,还是洗洗睡了比较现实一点吧?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在2023年, 有了ShiftGPT等AI工具的帮助, 这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实现的哦! 更重要的是,你不需要有编程基础, 不需要有写稿子的经验, 更不需要会制作图片或剪辑影片, 就能让ShiftGPT来为你写稿子, 让AI绘图工具为你做图, 让AI视频工具为你直接从文本生成优质影片, 并上传到YouTube等视频平台。 而且,这些全部都是自动化完成的哦! 如果你想知道这是如何实现的, 请不要走开, 我会告诉你如何做到零基础、零编程, 来打造这样一个自动化的赚钱系统, 为你提升10倍赚钱效率。 而且最重要的是, 这个系统一旦建立完成, 无需人工干预, 就可以自动运转, 持续不断地自动化产出内容, 为你带来持续不断地被动收入。 所以,你一定要看到影片最后, 这期视频一定会为你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哦! 你现在所需要做的, 就是点赞并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以后的分享了。 我会持续分享如何赚取被动收入, 以及提升赚钱效率的相关内容。 帮助你早日实现财富梦想。 那么,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从思路开始, 看一下我们都需要哪些工具。 首先,我们需要使用ShedGPT这个强大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来基于我们选择的文章来生成视频的文稿。 ShedGPT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 能够生成自然流畅的文本。 如果你还不熟悉它, 可以去翻一翻我前面的视频来了解一下哦! 我们可以通过输入一些自然语言, 来让ShedGPT基于我们提供的内容进行理解, 进而生成一份优质的视频文稿哦! 接下来,我们需要一类这个AI工具来直接从文本生成视频。 它是一种基于深度学习的视频生成工具, 可以将输入的文本自动转化为视频。 因此,我们可以将ShedGPT生成的文稿输入到一类中, 让它自动生成一个精美的视频。 另外,我们可以选择使用AI绘图工具来自动绘制视频的缩略图。 Dorly2是OpenAI推出的一种AI绘图工具, 它可以利用自然语言输入来生成图像。 这意味着, 我们可以利用ShedGPT生成视频缩略图的描述, 自动绘制与文稿内容相关的图片, 而无需手动进行设计绘制。 最后, 龙中登场的就是Sapir啦! 在我们的日常工作中, 会使用各种不同的应用程序帮我们完成任务。 通常这些应用程序之间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我们需要手工将内容从一个程序提取出来, 然后作为另一个程序的输入。 这样的工作流程需要手工干预, 因此效率很低。 Sapir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出现的。 它是一个在线自动化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将不同的应用程序集成在一起实现自动化操作。 它的工作原理基于一个简单的逻辑, 就是先设置一个事件作为触发器。 如果这个事件发生, 就会触发一系列操作来响应这个事件。 例如, 我们从Facebook收到一个Lead, 它就会触发后续的操作, 例如发送Slack消息, 然后将它加入我们的Email列表。 然后为它创建一个新的交易等等。 Sapir非常简单易学, 不需要你有编程或深入的技术知识。 通过简单操作, 就可以创建自动化的工作流程。 并且它支持超过5000多个应用程序的集成。 这基本覆盖了我们常用的各种工具, 能轻松提升你的工作效率哦。 那么, 现在就让我们看一下具体该怎么实现吧。 首先, 我们来找到那个有魔力的按钮吧。 我们来到Chrome应用商店, 搜索, Sapir就可以找到它啦。 然后点击添加至Chrome按钮就安装完成啦。 之后, 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 我们在浏览网络的时候, 在任意一个页面上都可以点击这个插件。 如果你已经关联了你的CPR账户, 就可以看到类似这里的内容。 它会列出你已经创建好的工作流程, 就是Sap。 我们点击发送按钮, 就可以把当前网络页面的信息交给对应的Sap去处理啦。 你可能要问了, 为什么我没有这个按钮? 别急, 我们点击上面的创建按钮, 就可以开始创建它啦。 点击之后, 我们来到工作流的创建页面。 我们看到, 第一步的触发器已经创建好啦。 这里定义了, 如果我们点击了Chrome插件的发送按钮, 这个工作流就会被执行。 我们保持默认设置就好, 来测试一下它的执行情况。 我们点击下面的按钮, 就可以开始测试啦。 很快, 测试结果就返回啦。 这里我们看到, 我们接收到了页面的地址, 标题以及时间戳。 下面我们来定义 接下来我们希望的操作。 这一步, 我们希望能够抓取页面的文章信息。 这方面有很多类似的应用。 我选择下面这款来尝试一下。 这里选择通过网络地址来抓取内容。 我们可以创建一个免费的账户关联过来。 接下来设置一下参数。 我们来替换默认网络地址 为第一步触发器传入的信息。 然后, 设置一下需要抓取的信息要素。 例如, 我们只抓取文章段落。 来测试一下结果。 我们看到文章的所有段落已经被抓取了。 接下来, 我们需要添加一个新操作。 那就是把抓取到的文章给JetGPT来生成视频文稿。 这里也需要关联我们的OpenAI账户。 我们可以根据提示跳转到OpenAI网站, 生成我们的密钥。 然后, 关联就好了。 我们这里只做一个简单的示例。 让JetGPT基于抓取的内容写一篇YouTube视频稿。 这里, 我们要选择之前抓取的结果, 提供给它就好了。 另外一个, 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是这里。 我们使用第一步中的时间戳, 作为绘画的标志。 这样, 我们在后面需要继续这个绘画时, 只需提供它就好了。 现在, 我们检查一下输入, 并进行测试。 这里就是JetGPT基于抓取的内容返回的文稿啦。 我们这里只是为了演示, 并没有对文稿提出具体的要求。 在实际应用中, 需要按照具体需要来调整, 就能写出理想的文稿啦。 使用上面类似的步骤, 我们可以继续生成文稿的摘要。 很快, 摘要步骤就完成啦。 同样的方法, 标题以及缩略图, 你所需要的一切都可以轻松搞定。 这里就不一一演示了。 有了前面生成的文稿, 下面我们看一下如何用一类自动生成视频。 我们前面提到过, 一类提供了文本生成视频的功能。 那么, 我们只需要使用Fapier调用它提供的API就可以啦。 这里是它的API文档, 万一你是技术大牛, 可以来参考哟。 我们小白不需要懂这些, 跟着我来做就好了。 我们来创建一个新的操作, 来制作视频。 这里选择上面生成的视频文稿。 我们这里还需要一个视频模板的ID, 可以在一类中事先创建出来, 或者使用一类提供的。 最后是我们的API密钥, 可以在一类账户的API设置中获取, 然后就可以进行测试啦。 没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的视频就生成啦。 从API返回中, 我们可以找到视频的ID, 再下一步使用。 这个工作流程的最后一步, 就是渲染视频。 这个操作一类已经提供了插件, 可以直接使用哦。 我们选择正确的选项就好啦。 这里, 我们提供上面步骤, 生成的视频ID, 以及模板需要的参数就好啦。 那么到这里, 我们的视频生成工作流程就制作好啦。 它通过Chrome插件来出发, 可以抓取任何你喜欢的页面, 然后使用ShedGPT生成视频文稿, 使用Elay渲染视频。 这一切完全不需要人工干预。 你有没有被惊喜到呢? 但是这还没有结束, 我们还可以自动将视频上传YouTube频道哦。 我们可以在这个页面, 快速找到它们的集成方案。 只需要输入Elay和YouTube, 选择需要的选项就好啦。 聪明的大家, 一定不用我追述了。 赶快开始动手吧。 因为时间原因考虑, 上面我只是仅仅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很多地方都没有完善, 希望可以抛砖引玉来开拓大家的思路。 例如, 我们可以设置一个每天固定时间运行的SAP, 让它去访问一个文章列表页面, 然后抓取最新的文章, 分别交给ShedGPT去生成文稿, 然后制作视频上传到YouTube频道。 再之后, 自动生成文章摘要以及视频链接, 并发送到博客等社交媒体, 甚至发送Email给我们的粉丝。 而这一切根本不需要你去做任何操作。 甚至你在睡觉的时候, 它依然在为你工作, 在为你自动赚钱哦。 另外, 这个思路并不仅仅针对YouTube平台, 你可以轻松应用到各种场景, 不管你是做市场营销, 或者是内容产出, 都可以开始考虑将自己的现有工作流程自动化, 轻松提升10倍效率。 那么, 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赶快开始吧! 好啦, 上面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 希望你能喜欢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会持续分享如何赚取被动收入, 以及提升赚钱效率的相关内容。 所以, 千万不要错过, 希望我的分享能帮助你早日实现财富梦想。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